2018年9月7日,首届欧洲国家联赛开展,首日共进行了四个级别球场比赛,A级别,背景时间9月7日,凌晨2点45分,第一届欧洲联国家联赛继续开展,A级A组中,在慕尼海、阿联球场。 2014年世界杯冠军,德国队主场迎战2018年世界杯冠军法国队,上半场,双方互交白卷,一边再战,阿雷奥拉屡次就险,全场战法,德国0比0法国,A级别第一组积分榜B级别,北京时间9月7日,凌晨2点45分,B级别第一组比赛中, 捷克队在第四分中取得梦幻开局情况,下场到乌赫兰绝杀逆转,此一战法,乌赫兰占据小组榜首,B级别第一组积分榜,北京时间9月7日,凌晨2点45分,B级别第四组比赛中, 几格斯拳领的威尔士在主场4比1清取埃尔兰,取得一场三场淋漓的大胜,此一战法,威尔士占据小组榜首,B级第四组积分榜C级别第三组先赛两场, 罗威尔比0清取赛普路斯,斯洛尼亚1比2不迪宝加利亚,第一轮比赛过后C级别第三小组积分榜位,B级别第一小组与第四小组各赛两场, 再后积分榜形式位,B级别第一小组积分榜,B级别第四小组积分榜。